巴黎奥运将会在二十六号登场 预估这届赛事会吸引到一千五百万名的游客来参与 而被仿冒的奥运周边商品还有高档奢侈品是成为了不孝商人的财路 大国警方在近期是强化了打击仿冒品力道 至少销毁六万三千件的仿冒服饰、鞋子和名牌包并逮捕了十人 商店户架上是各式各样巴黎奥运吉祥物福利级的模型玩偶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包括服饰、鞋子、包包等奥运相关周边商品的商机相当巨大 从四月开始就由仿冒业者仿造相关的商品销售牟利 为了避免奥运游客买到仿制商品 法国警方也联合业者展开大规模打击山寨商品的行动 这场警方打击仿冒商品的行动还突击了巴黎郊区的跳蚤市场 在30名品牌业者代表的陪同下鉴定商品的真伪 目前已经销毁至少6万3千件仿冒服饰、鞋子跟名牌包包 抓捕了10名销售仿冒品的嫌犯 根据欧洲智慧财产局数据显示 光是在2018年到2021年间 法国企业因为仿冒商品损失了17亿欧元 约台币598亿7000多万的营收 而根据今年6月数据显示 法国海关在2023年一共查获了2050万件的仿冒品 比2022年查获的1150万件增加了78% 随着奥运接近开幕日期 涌入法国观光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为了便利奥运选手志工跟记者移动 法国奥委会也将从24号开始提供900多辆巴士 在奥运赛事期间一星期七天 每天24小时不分昼夜提供服务 关于新年轻松别移